这个小和尚容颜似天上明月,他的外貌枝眉,引山下村庄的少女们纷纷围观,所到之处水泄不通,甚至他开始发现,连师兄弟看自己的眼神都满寒深情,而这也为他带来了厄运,五连女妖以僧人邪念为食,他找到了小和尚,唤醒了他内心的邪念,直至小和尚却在这一刻开始魔化,直至将他反噬,品为一部电影走进一种人生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日本奇幻片《人光受难记》,男主宁科是一个和尚,他长得非常的英俊,哪怕是剃光了头,戴上了帽子,也阻挡不住他的绝世容颜,但他内心平和,一心向佛,一直在寺庙苦苦修炼,希望有朝一日终成正果。 可每次他下山花园附近的女人们都闻讯赶白,纷纷围着他团团转,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钱塞给宁科,其中不乏八九十岁的老婆婆,这令他非常的烦躁。 可是让宁科更郁闷的是,他渐渐发现竟然连寺庙的师兄弟都会禁不住多看他几眼,眼里饱含深情。 这着实让宁科的内心感到紊乱,每到此时,他都会尽心打坐,希望以佛法经文驱除血念,可是这种方法逐渐越来越不起作用了,宁科始终还是无法消除心中的欲望,他的头逐渐开始剧痛,这痛感让他无法忍受,宁科只能躺在地上打滚,后来这件事情传到了方丈的耳里。 方丈是一位佛法精深的高僧,他决定以后不让宁科在下山化缘了,避免无谓的是非,而是留在寺庙里专心修行。 可其他和尚下山化缘的时候,女人们都不满地追问宁科去哪里了,他们只认宁科,一个和尚摘了自己的帽子,说以后就由他替代宁科,接受众位施主的增举,可回应他的却是女人们雨点般的耳光。 一天,宁科在打扫卫生时,忽然听到了一个柔弱的声音,从背后有人叫他,回过头一看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,他追上去问女人有什么事情,可女人转身跑到了树林里面,宁科不解地跟了上去。 等到宁科追上的时候,女人却拿下了面具,宁科这才发现她竟然是无脸女妖,相传无脸女妖化是美女,勾起僧人的邪念,并以此为时。 宁科吓得撒腿就跑,他跑回了寺里静心打坐,可邪念已起,魔化必然,他的人生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路,之后,他的眼前老是出现无脸女妖的画面,那美丽透着诡异的脸让他魂不守舍,他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心魔,其他的和尚也都看在眼里,发现他越发地不对劲,于是只能将宁科绑在了柱子上,等他清醒之后,方丈找到了他。 宁中心长地对他说,我可以给你一段时间,你出去旅游散散心,希望你能够从中彻底地克制住自己的欲望,再回到寺庙修行也不止。 就这样,宁科自己踏上了没有目的的旅行,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他每到一处都选择走山间小路或者是河边,以此尽量避免人多的地方,引发不必要的是非。 可尽管是这样,也难免遇上女人,女人们只是撇见他的背影,就穷追不舍,哪怕是他戴着帽子护着脸,也还是无济于事。 无奈他一路逃命,最终只能藏到了一个深山里面,希望以此规避人世的纷绕。 可令他想不到的是,连周围雌性的动物都被他吸引,纷纷围了过来,宁科疯了。 狂乱之下,他跳入了瀑布,希望那些水能够洗去他的邪念,可是更令他想象不到的是,欲望其实附着在他的心中,而不是外在,无论逃到哪儿都一样,更不要奢望用水洗去。 他现在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厌恶和恐惧,一天他走到了一片树林,遇到了一位流浪剑客,剑客整天到处流浪居无定走,也总是顺着自己内心的欲望去做事情,从没有刻意地去克制自己。 这一切都与宁科的观念截然不同,流浪人刚刚一怒之下又夺了一人姓名,他希望路过的宁科能过去帮助他超渡一下。 超渡时,流浪人认出,宁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花和尚,而这引起了宁科的不满,因为他从未破解。 他还一心坚守自己的修行之道,怎么能被称为花和尚呢? 之后,两人来到了一个村里面,看到了一个女人正抱着自己的丈夫, 而丈夫已经成了干尸,后来他们在村长的口中得知,村里面出现了五连女妖,靠吸引男人前来吸食他们的精气为生。 所以村里面的男人都快没有了,只剩下了一些寡妇,他希望僧人和流浪剑客能够帮助他们铲除女妖。 宁科听后退却了,因为他邪念在心,不能再接近女妖,和流浪人却不一样。 但他提出一个条件,如果他杀了女妖,必须让眼前的这个女人嫁给他,还要村长给他一套房子。 村长和女人无奈之下,也只好答应流浪人的要求。 之后,流浪剑客就提着刀走进了树林里。 剑客走后,宁科对墙打坐,祈祷剑客斩腰成功。 可谁知女人瞥见了宁科的侧颜,便深深地被其吸引,希望宁科做自己的夫君。 宁科听后当然不可,急忙逃出了女人的家。 他终于意识到,自己和女妖其实别无二致,只不过一个害男人,一个害女人。 躲避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,面对邪念并将其战胜才是修行的正途。 于是他鼓起勇气,向女妖出没的森林赶去,寻找流浪剑客,希望能助他一臂之力。 可一切已经太晚,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,一个影子从流浪人身后闪过。 剑客纹生一刀劈下去,再一转身,女妖竟已站在了他的身后,瞬间将流浪人铺躺在地。 等宁科赶来这里,流浪人已经残,遭毒手,成为了一具干尸。 而那女妖看到了宁科的容颜后,脸上却露出了笑容,这一次不会让你逃走了。 这话是美女激进了宁科,宁科一边抵挡女妖,一边与心魔作战,最终她似乎顿悟了。 与其克制自己的心魔,还不如壮大她,瞬间这个和尚魔化了。 忠诚一带妖僧,恐怖程度甚至超出了女妖。 女妖被这一意便吓坏了,最终被妖僧反噬。 故事到此结束。